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今集立即和大家更新下一些澳門相關疫情資訊。 澳門一直在做重點區域及常規核酸檢測, 昨天24小時內一共採樣了82,307人次, 竟然有3個人的檢測結果是陽性的。 我們一齊看看這個新聞講些什麼。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先。 根據澳門政府公佈, 澳門近日出現了輸入關聯個案, 為了排除這些個案行程軌跡相關區域活動人士的感染風險, 亦針對區域內的人員在11月30日至12月4日 開展了一個5日3檢重點區域核酸檢測。 而去到3號24小時內重點核酸及常規檢測, 一共採樣了82,307人次。 當中有3個人檢測結果陽性就已經進行了隔離治療觀察。 其餘結果都是陰性, 最後一次的核酸檢測就會在今日4號進行。 如果未有按照規定做核酸檢測的人, 他的健康碼會在翌日變成黃碼, 只要接受核酸檢測及陰性結果才轉回到陸碼。 根據相關規定, 黃碼人士是拒絕進入公共場所, 不可以坐公共交通工具及不可以離境。 現在在這個重點區域核酸檢測都測到有3個人是陽性個案。 不知道他們的行動軌跡是怎樣會不會對澳門有一個風險存在呢? 大家不要忘記, 今天是做一個馬拉松的。 馬拉松我相信人流都應該幾集中, 同大家都是不戴口罩的, 會不會又在這裏有一波傳播發生呢? 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。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大家在下面留言啦!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! 拜拜!